宪法诉讼法将于111年上路 由15位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及审查庭来审理案件 新法也纳入裁判宪法审查制度 将从现行法律及命令的违宪审查 扩及到终审法院之确定中局裁判 更保障人权 现在的制度大法官是用大法官会议的方式 以会议的方式做成解释 或者是不受理决议来决定申请案件 在新法之后大法官会以组成宪法法庭的方式 然后再去审理这些相关的法规范审查案件 最重要的改革是以后会用所谓的裁判方式 就是用判决或裁定的方式来宣告 最后他们做成决定的一个结果 全面司法化裁判化法庭化 更引进法庭之有制度 有时候会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 那所以我们就参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做法 就会增定这样一个制度 扩大一个专业意见的一个收集 真实的案例 一名老兵跟随国民政府撤退来台 也结婚生子 两岸开放后 大陆的原配告到台湾法院来 主张老兵重婚撤销台湾婚姻 在宪法及民法保护婚姻制度的框架下 老兵败诉 但两岸分治 时空背景早已不同 未来在认为裁判有抵触宪法的状况下 打官司途径又全部用尽 就能用宪法诉讼的裁判宪法审查制度来补救 引进了这个德国的裁判宪法审查制度 就是对于司法如果有危险的话 也一样有一个救济的途径 现在看起来对人民比较有利 人民可以在法院的裁判侵害到你权力 就可以申请示宪 可是我又说这些是有一些 有些这个所谓的门槛的制度 也不是要能够 不是随意滥用 而是需要有一些合理的这个路径 新制运作加快步上轨道 更加保障人权